好!大家好!隔了幾個月的時間,我們又來到電影小組了! 今次電影類型十港,是說什麼呀? 瑩福! 我們說阿拉丁神燈! 對!說阿拉丁神燈! 剛開始瑩福說我們說閃電俠的時候,我都在想跟阿拉丁神燈有什麼關係呢? 原來不只是有個阿拉丁神燈裡面的燈神出現,才是剛剛說這一類的電影 獲得神秘的力量,發現一些神秘的能力去幫助自己,原來也是可以的! 稍後請瑩福跟我們說閃電俠這套電影的內容分析一下! 在開始之前,我會說一些有關於這套電影的背景資料,讓大家知道 閃電俠,介紹一下這套電影,它是2023年,即今年上映的 它是正義聯盟裡面,六個主要成員的其中一位 當中有閃電俠,有鋼骨,超人,蝙蝠俠,神奇女俠,和水行俠 從左邊到右邊,就可以看到一眾的成員 而這套電影,是改編自DC漫畫旗下,同名的超級英雄的角色 真人版,其實閃電俠出現過四次在電影中 但今次這套電影,是首次是閃電俠成為了裡面的主角 成為了獨立電影 雖然拍得不錯,但它應該不是賺很多 如果要與戲院對分的話,這套電影也未必能賺成本 因為它兩億美元製作,獲得的票房是2.68億 而當中,各個不同的網站,有些人的影評,對於它的評價都是不一的 有些,例如冷番茄,也是給6.3分 有些影評人的網站,就給它5.5,即55% 所以,有些人就贊它,也有些人就覺得它是普通的 而當中的男主角,其實他的型格也是不錯的 而他透過之前的幾套電影,其實都是慢慢去成名 不過是因為這套電影之前,他犯過一些 可能與性騷擾,或者是冒犯女性有關的情況 都是被電影製作的公司警告他 要作出一些心理治療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的 因為這套電影今年出了,應該也是不錯的 而這套電影我覺得有趣的地方 就是他用茄汁這件事,好像是串連了他一家人的命運 而Batman也用意粉、茄汁來形容他 閃電影影響了整個世界的運作 搞到最後一團糟 而最後,閃電影卻又用茄汁去救他爸爸 所以用茄汁去串連了整個故事 我覺得挺有趣的 而當中,他如何拿了自己的能力 即是製造了自己,又拿了自己的能力 亦都去反省和對抗自己 甚至對到最後擊敗自己的心魔 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去反省自己的一套電影 好,那我就將時間交給刑覆了 好,那剛才也提過這套電影就 鋪便不一這樣 不過其實實際上,我看來就覺得 其實這套電影真的合格有餘的 不過我覺得從我每一次去做那個powerpoint的頁數 其實都可以反映的 就是我這套電影的powerpoint其實做得相對少些 那我也覺得某程度是顯示故事的複雜性 其實是沒有那麼多東西說的 那這個都,我覺得有時候都可能都是一種指標來的 就是我們去說的時候,發覺多不多東西說呢 如果沒有什麼的話 即是說其實他那個故事的鋪排 其實相對是弱一點的 好了,我們會介紹什麼呢? 我們都要介紹阿拉丁神燈這個故事類型 就是和這套電影 為什麼這套電影是阿拉丁神燈這個類型呢? 而這個類型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都是繼續用三幕十五場的故事架構去看這套電影 我們就不會說很多那些特效那些問題 即是那些不是我專長 但我覺得是比較想和大家 就是我們進入細節去看一個故事 即是他整個故事鋪排 怎樣令到他好看或者不好看 當然好看不好看有很多因素 但故事本身呢 始終我們都覺得是非常之重要的 好了,電影資料管 其實剛才也介紹了一些 其實這套電影是144分鐘 不過如果你扣了片尾那些資料 其實正片是134分鐘 剛才就說了 這套電影是2億成本 有2.6億美元的票房 其實是很嚴重的 因為細作成本是2億 還未加過宣傳費 而且2億之後你還要插帳的 不過呢 即是我們現在很多時候 都是從票房去衡量 套電影是不是賺錢 其實都不準確的 基本上呢 票房在大部分的情況下 都未必是賺到錢的 它是靠後來 譬如說我這套電影 我就在iTune那裡去買的 就在那裡租 那那裡又會有一個成本 那你之後呢 就在不同的平台那裡播放 其實都還會有版權 又或者它一些周邊的產品 即是說那些玩具 那那裡都會有版權的 那當然呢 其實這套電影呢 票房高 就代表這一堆東西都跟著 會水漲船高 即是如果那套電影 多人看的話 周邊的那些產品 那些玩具 貼紙 什麼 即是遊戲 那樣呢 那那裡就會賺到很多錢的 不過我們一般人 我們都是習慣了 用票房去衡量它的 但是 即是以現在這套電影的 那個的票房成績 已經是被視為2023年的票房 獨約之一來了 這套電影 然後我們看看 即是評價是怎樣呢 爛番茄指數是63 然後呢 另外一個我們叫爆米花指數 是83%的 其實近年都開始發覺 這兩個指數是有些差距的 那麼爛番茄其實比較主要 是反映一些 就是影評人的看法 那麼爆米花指數 就是觀眾自己的評分 那麼你見到呢 其實觀眾的評分 是比這個 就是 影評人是高的 那麼 就是你知道 就是影評人的那個 觀點呢 就是跟觀眾不一樣的 觀眾呢 可能看這些戲 我看爽片的 就是我叫做 我看到 就是有 八、九年版的 PWCup出場 我已經覺得 值回票價了 這樣 那麼是有這種情況在 就是觀眾要求的東西 所以 跟影評人呢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 不過 就是你看到整體來說 如果那個爆米花指數有83%呢 其實都算是相當不錯 而且爛番茄呢 你看到是紅色不是綠色的呢 就是 其實它都已經叫做是好的電影了 好了 那麼我們又進入那個故事類型了 那什麼是故事類型呢 類型呢 就是擁有類似情節模式的 和角色設定的電影作品 那麼 我們其實過去呢 就已經 介紹了七種的了 那麼 我們這次是第八集 那還有兩種 夥伴情和精神病院 我們介紹了 我們就把十種故事類型 就是 講完了 那麼我相信這十種故事類型呢 原則上 都可以 涵潑了九成半以上的電影的了 就是 會不會有些例外呢 我也覺得 不出奇的 但是實際上 你用這十種呢 類型呢 你大概可以看完 就是可以去了解了絕大部分的電影的了 好了 哪一類戲是屬於這個 就是 阿拉丁神燈呢 就是 衰鬼上帝 蝴蝶效應 大衛王 魔女尹老襯 這些都是我覺得不錯的戲 阿拉丁神燈呢 我們就是願望成真 不過其實他還有一種 這種的類型呢 叫 奏座神燈 就是奏座前身 都是一種阿拉丁神燈 好像 大話王裡面呢 就是兒子呢 希望他父親不要說謊 而他父親是靠 說謊 去事業成功的一個律師來的 那兒子就希望 爸爸可以 說真話 不要說謊 於是乎 願望成真了 爸爸就沒有辦法不說謊 他不說謊 他都不知道怎樣去打官司等等 對他來說就是一個奏座 總之就是有人願望成真 但是接受那個人究竟對他好事還是壞事呢 就很難說 不過實際上其實這類電影 願望成真之後 其實多數都是有大禍的 這類電影 就是有三大要素 一定有一個願望 就是 無論那個願望是主角自己還是其他人 剛才提過 就是可能 我是你的兒子 許下了一個願望 都是可以的 而這種願望 一定要有立即實現的迫切性 在閃電俠裡面就是 就是 瓜爸明天就最後一次上訴宣判了 那麼 他就得很少時間去決定 我是不是要回到 過去去改變那個事實 那麼 實際上這件事是重要的 因為 觀眾都會覺得 他做那個決定 是有少少愚蠢的 但是實際上就是因為 時間這麼緊迫 我們明白 時間緊迫是會令你做錯決定的 而這種時間緊迫 亦都會令到 觀眾 比較容易體諒 為何他做了一個這樣的決定 好了 魔咒是什麼呢 有阿拉丁神燈 一定是 非常異上天開 那就匯到未來 但是 你如果只是願望成真 就沒有戲看的 就是每個願望後面都有一個奏座 所以他有一個配套的規律 那麼 在這套戲裡面 就是講蝴蝶效應 那麼 你看到 其實之前 有一套戲 就是他真的叫做蝴蝶效應 而這個真是一個科學的名詞 就是 蝴蝶效應就是說 一個很細微的改變 其實可能 影響了很大件事 就是你在北京有一個蝴蝶 就是拍多兩下 然後令到 最後那個連鎖 反映是去到 美國有一個大風暴 那麼這些有一定的 就是 真是一個科學的情況來的 然後教訓是什麼呢 就是叫人不要亂許願 或者其實 心想事成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不過我覺得其實 從這三件事裡面 你就會看到 其實觀眾的那種心理狀態 就是說 我們是什麼呢 其實故事都是反映 人那種的願望 但是人的願望裡面 其實可以是很矛盾的 觀眾心理狀態是什麼 就是我們自己都是很妙想天開 我們希望一些很神奇的事發生 我們希望可以心想事成 但是我們又知道 其實我們要腳踏實地 其實我們也知道 一些妙想天開的事 是不會真的出現的 所以一方面 你看到故事裡面 它又滿足了你的幻想 然後另外一方面 又讓你回歸回現實 戲劇世界要這樣 才可以把故事說得好 當然 從一個 憂悪面來說 我們一方面又很同情 那些弱勢的 如果他有一些願望 我們很同情他 但是當一個人獲得能力的時候 我們又很不抵得 他拿了所有的好處 又希望他學到一些教訓 這個故事裡面 那種的鋪排 其實都是反映著 我們人的心理狀態 所以我們其實 那麼多類型的故事裡面 其實說穿了 其實都是說人的故事 即是說人的各種 心理的渴望 想法 甚至乎我們一些 憂暗面 這樣 好了 剛才提過 這個故事 即阿拉丁神燈 即這一類的類型 其實可以是 浮面 已經奏座神燈 所以我們 這裡叫神燈與燈神 所以這一類的故事 的宗字 都是關於主角 在經歷一切之後 得到成長 最大的教訓 就是了解自己 應該珍惜眼前的一切 不過 如果你不是經歷過 這趟奇幻旅程 其實它不可能有改變 人有時候是這樣的 你要經歷了 發覺錯了 然後你才發現 原本那樣東西 就是最好的 所以這一類故事 就是兩個走向 其實剛才提過 一種就是令到 失意的小人物 得到魔法的加持 另外一種就是令到 那個囂張的大人物 學到很慘痛的教訓 所以你看到了 就是同一個演員 在這套戲裡面 就是壞鬼上帝 獲得跟上帝一樣的能力 另外一套戲裡面 他就有咒座 就是只能夠講真話 就是他不可以再靠 他那個講大話去形成 這樣 而通常這些戲 去到我們用三幕的方法 在第三幕都會出現一個轉折 就是主角他決定不再依靠魔法 開始想憑自己的能力去解決問題 剛才提過了 就是我們一方面 我們又很想心想事成 另外一方面 我們又很想回歸現實 用踏實的方法去處理問題 觀眾其實一方面在之前 在這個幻想的 或者在一個成功的世界裡面 他很開心 但是他會知道 一定是有一些連帶的走座出現了 然後當他回歸現實 其實觀眾又更加去接受到主角的行為 令到大家覺得 其實知足常樂 用自己的能力 不是靠魔法去解決問題 才是最好的 這個才是我們真正的power所在 這類故事裡面 通常有個物友 或者好朋友的角色 令到主角可以放心 向他透露自己的秘密 主要就是 主角要透露自己的秘密 其實就是告訴觀眾 其實他心裡面怎麼想 不過其實物友 往往就是對魔法 持比較有保留的態度 在某些戲裡面 這個好朋友甚至會從中作緊 在關鍵時刻 有意無意對主角造成的傷害 在閃電俠裡面 他的物友其實就是蝙蝠俠 其實當他把自己的心事向蝙蝠俠說 甚至一開始就跟他說 原來他自己發現了自己有穿越時空的能力 那麼蝙蝠俠就是勸他不要這樣去做 而實際上就是他去到最後真的去了 改變了這個宇宙 進入了一個平衡時空 有另外一個蝙蝠俠出現 那個蝙蝠俠其實都是跟他說相同的東西 相同意思的東西 這套劇裡面提過 就是這個魔法一定要有一個相應的就座出現 這套劇裡面就是蝙蝠俠俠 那麼主角只是想改變過去一個罐 媽媽忘了買罐頭的一件事情 結果引發整個宇宙的俠俠俠 那麼蝙蝠俠俠俠 util砸 只是在一個動態系統裏 開始的條件很微小變化,會對整個系統造成長期劇烈的連鎖反應 現在普遍用來形容,已經進入了我們生活入面 不只是講科學,一旦忽略了一個無雙大雅的小問題 可能帶來很嚴重的後果 其實在這套劇裡面也很有趣的 它有一個設定說,其實你改變了過去 不只是改變那一刻,你連之前的東西都改變了 所以閃電盒只是想幫媽媽 把一罐罐頭放在媽媽的購物車上 令媽媽不要死亡 但結果帶來的改變,包括整個 你看一些影評都說了,連整個荷里活都受到改變了 你看到裡面一直提及,回到未來的男主角是另一個人 而這個事實上是真的發生的事 最初其實是另一個演員 但不知為什麼他覺得他演得不好 於是就找了Michael Fox來演 所以那套劇裡面的人一直說 不是,主角是另一個人 其實那裡已經告訴你 原來那個現實世界是被改變了的 好了,故事前提 故事前提就是 閃電盒穿越時空拯救了媽媽 但意外地去到另一個平衡時空 面對黑星人殺了將軍要侵略地球 這個時候閃電盒和這個宇宙裡的自己 可不可以聯繫到這個宇宙裡的超級英雄 組成另一個正義漁民來拯救這個母親在世的地球呢? 故事 這套劇其實是玩的是多元宇宙 故事類型是阿拉丁神燈 但其實他玩的模式是說多元宇宙 剛才也提及過 其實這套劇不是很新的 因為同時期 其實太多這類多元宇宙的戲出了場 第一個就是 媽的多重宇宙 香港好像逆造神奇旅行挽救地球 這套劇是成功的 故事好 而且雖然是低成本的特效 但是他玩得很瘋 所以其實後面這兩套 其實玩多元宇宙都沒有這套瘋 可能有時反而是這些低成本製作 他沒什麼所謂 其實有時這套劇 現在就在說 為何那些劇越拍越貴 就是因為 其實他們不斷要做很多事情 去補救 很怕這套劇票房 不可以 於是又加這一樣 加那一樣 令到成本越來越高 所以你看 甚至乎在閃電俠 其實最最後 又有第三個蝙蝠俠出場 其實那些是補拍的鏡頭 原本都是用八九年版的蝙蝠俠出場 結果呢 接著他就找了佐治古來 再去核串 那麼他希望彩蛋越多 令到這套劇收益越大 但也都令到這套劇的成本 越來越上漲 那麼 另外 第二套就是 《蜘蛛俠無家日》 那麼他也是成功的 因為三個蜘蛛俠同場演出 其實有這個造中加持 其實這套劇是做得好 而且這三個人出場 他真的不是只是那些 黑串的彩蛋 而是真的在故事裏面發揮功效 而且我也說了 現在電影拍到好像電視連續劇 就是 《Marvel》最初的成功 就是他其實是用了差不多二十套劇 才去到最最後的終末之戰 所以 故事裏面有很多事情不需要交代 即是直接開大家入戲 這一類 用了過去電影的多重宇宙 就有以前的戲去加持 變成你不需要做很多鋪排 就可以進入戲肉裏面 因為其實你要鋪排一個故事 很多戲 衰就衰了 在哪裏呢 就是他想把故事鋪排清楚 於是前面那些鋪陳的場面 搞得太久了 其實觀眾未入戲肉 都會煙門親 所以其實多重宇宙 這些電影是有一定的好處在這裏 但是呢 去到奇異博士2 那就糟糕了 他真是一個失控的多重宇宙 其實他沒有加持 但是呢 故事又捨得弱 因為你一多重宇宙 其實那些東西一定是很亂的 我就說 前面那種有以前的角色出現 好處就是 他是亂的 但因為有些事情 就是觀眾已經知道了 所以你不會覺得亂的 而且呢 就是 我等一會做少少比較的 就是呢 在奇異博士2裡面 其實是雙主角 是奇異博士 和飛鴻女巫 是飛鴻女巫 搞出那個多重宇宙的 而且呢 他的感情線是弱的 他搞到整個宇宙大亂 又要殺人 又要不斷這樣那樣 其實只是為了 他有兩個兒子 兩個其實根本不存在的兒子 他可以擁有他們 其實觀眾比較難同情他的 剛才我們一直說到 就是 閃電俠是用番茄罐頭 那你會發覺就是 閃電俠是比較值得同情 或者觀眾容易同情他 而飛鴻女巫 會覺得 哇 為什麼他搞到這麼大容縫 所以等一下我們也會去解釋 就是 其實一套戲裡面 我們是要用盡方法 去遊說觀眾 去接受主角的決定 和去同情主角的 這些位置其實就是 故事寫得好不好 就是在這些地方看到的 好了 剛才提到了 故事前提 死大要素 剛才我們其實等於用一句話 當然比較長的說話 去做劇情的概要 就是 具有反 前提要有反諷功能 第一就是原點 原來你拯救完媽媽 你要繼續拯救媽媽 而且還要繼續拯救整個地球 這樣 能夠讓人想像出整部電影 其實剛才的前提 你已經知道會發生什麼事 可以點出目標觀眾 和製作成本 你看到了 目標觀眾就是 DC電影迷 所以 Jackaline那些 就未必很喜歡 好似我們喜歡看《超級英雄》的 就是她的目標觀眾 不過你知道 就是大製作 很嚴重 一票房不行就完蛋了 故事前提 要和片名配搭 死亡來人尋規 這套其實沒有 這套就是小電俠 其實它可能要加多個附題 你看到它之前那些 蜘蛛俠 無家日 這些失控的多重宇宙 其實它也多多少少 解釋了這套戲 好 那我們繼續用回這個 三幕十五段 這個我們一直用了很久 可能有些人都已經忘記了它是什麼 傳統的電影 荷里活電影 我們都叫做三幕劇 第一幕就是介紹人物 以及電影很多設定 前提 第二幕就是主角 去遭遇危機和抗爭的過程 第三幕就是解除在前提呈現的危機 所有故事其實都是這樣的 如果你沒有這三幕劇 故事一定是平淡無味的 現在我們在看這套是134分鐘 如果用110分鐘的電影 大概15號是這樣的 不過這次做了新的圖 讓大家看到 通常一開始 就有開場畫面 然後就佈局設定 讓你知道一些相關的資訊 上一次還是上兩次 我也有提過 就是現在很多時候會將 因為呢 我就說 鋪層這些設定的東西 是會令到觀眾悶的 所以現在很多時候 將一些背景的故事 其實在開場畫面之前 放在這裏 造成一個小高潮 就好像 我上次給大家看過 就是花木蘭的時候 卡通辦 他就有這個安排 就是義族要入侵 然後皇帝 開始要找人 要去對抗這些兇奴 他就在前面交代了 然後呢 好處就是 將這些佈局的東西 放在前面 他本身造成一個小高潮 然後套去一開場的時候 其他他包層的東西 就只是集中在主角那條線 而不是他要面對抗爭的 我們那個問題那條線 是會比較順暢一點的 我覺得他有一定的好處 然後 主題的陳述 可能是透過主角 或者很不經意的句話 去說 其實這套戲 是要討論些什麼的 然後呢 就大概去到 十二分鐘左右 剛才提過 主題陳述這個位 其實 他可以好前 可以好後一些 但如果太後 其實不是那麼好 因為你都已經不知道主題 不過 很有趣就是 這些戲裡面 那個主題陳述 往往是你不注意的一句說話 所以 一般的觀眾 可能第一次看的時候 根本沒有留意過 有一句這樣的說話 然後一定有些事情 觸發了 然後 主角在想 究竟是否應該獲得這個好處 或者是否應該去面對某個問題 那 中間一定是有些事情鋪層了 讓你去接受任務 然後 這裡有一第二幕 和第三 到第三幕 其實呢 差不多 第二幕是佔了一半的時間 前面這些位 其實就是鋪層的 很多時候 有一些戲 你說門就是在這個佈局的位置 拖得太長 於是 主角可能去到很後才開始接受任務 你觀眾會有一點點受不了 其實 尤其是現代的觀眾 我們都是被樣子壞了 我們真的 你二十幾分鐘 你都還沒接受任務 那些觀眾是受不了的 好了 然後副線 副線通常就是 如果一套戲 主線是事業線 副線就是感情線 主線是感情線 副線就是事業線 那就是說 通常兩條線之間 是會最後交回在一起的 然後呢 這個玩樂時光 就是 你在看那些 傳播的時候 會有什麼有趣的東西 通常是在這裡剪出來的 然後到中間點 這裡就是 譬如說 如果是 這類阿拉丁神燈 就是 主角怎樣去享受 我獲得那個 超能力各種的好處 然後到中間點 就有些轉折的事情發生了 譬如說 某個人死了 或者某一個事件出現了 於是乎 就壞事接種而來 然後去到一個滿盆街落索 那 主角開始就很困擾了 究竟我還是要這樣做呢 怎算好呢 然後呢 他終於決定我要去改變現時的情況 在阿拉丁神燈 剛才我們提過的就是 這裡他一直 一定是在用他的魔法去解決問題的 但是 一開始他在這裡 他可能得到魔法的各種好處 但來到壞事接種而來呢 就是發覺原來好事已經開始變壞事 來到心靈黑夜呢 他就開始有惆怨 究竟 就是 我是不是應該繼續用這個魔法下去 然後這個位置就是他決定 我還是不要用了 然後 最後結束的時候呢 就是通常和開始呼應的畫面 那 今次試一下用一個圓圈 給大家看到就是 那個時段的比例分佈是大概怎樣的 那當然呢 閃電俠其實有點不一樣的 我等一下會解釋就是 它很有趣的 他這次的背景故事呢 是特別長的 那 但是你看到了 第二幕到第三幕之間呢 其實都是過半的 超過一半個位在這裡 不過這個我可能後面我才給大家 再解釋 要不然我這個前面鋪陳太長 閃電俠的主線故事 在開始之前的短片是長達14分鐘的 好 那 一般是這樣的 在閃電俠的圖 你看到大概的比較是這樣的 通常是這樣的 就是 左邊這個 就是 一般的戲這樣做 如果那些位置 鋪長太短 其實觀眾都會覺得不滿足 譬如說 那結局兩分鐘就完成了 這樣 你會覺得 好像太闖絕了 剛才我們說 通常死在佈局鋪得太長 但是 中間這些 玩樂時光 它的長短 其實 都是跟觀眾的期望是有關係的 好 那我們進入一套戲了 這套戲裡面 剛才提到 其實它的背景故事 一開始 你可以說 它基本上 是獨立於 整套戲的主線 我有一點點的估計 就是 實際上 其實閃電俠的故事 是一套文氣來的 文氣的意思是 它要說的話 不是打打殺殺的 而是怎樣去 去拯救他媽媽 不要被人謀殺 然後他爸爸不要 被司法體系 說他是殺媽媽的兇手 所以你留意一下 那不是一些打鬥片 所以 其實這套戲 我想有一件事 弱的 就是實際上 它的主線 不是一個超級英雄的東西 它怎樣 在一個不是超級英雄的故事裡面 要補入了這些 我們看超級英雄片 我們就希望看這些大場面 打打殺殺的 所以 它有一點點 就是 將觀眾不滿足的東西 放在這個背景故事 我們看到 剛才提到 原來這套戲 這套戲裡面 最最後 蝙蝠盒 和那個超少女 就是女超人 是會死掉的 你不是期望這樣 你始終 觀眾是希望 就是超級英雄 打贏那些壞人 但是 這套戲不是這樣的設定 所以 你一定要做回一些補償的東西 其實在戲劇世界裡面 就是這樣的 你想改一些設定 你要有一些補償的功能 在裡面 我覺得 實際上 這套戲有一點點 就是 將 另外一個 正義聯盟 又一次拯救地球的故事 放在前面 所以你留意一下 你某程度 前面的十四分鐘 剪掉了 是完全不影響那個故事的 它只不過是 正義聯盟又一次拯救地球 但是它有沒有功能 它仍然有功能 我這裡列了三點 第一 它其實在反映著 這個宇宙雖然危機重重 但是 有一個運作良好的正義聯盟 可以拯救地球 所以 一開始 編褲俠和閃電俠 又一次化解了危機 所以 它最後有神奇女俠 出場的時候 其實 你當然可以說 那個也是彩蛋來的 不過你都可以 去說 其實它不是強調 他們還是一隊人 神奇女俠出場 都是幫到手的 然後 第二 我剛才提到的 就是 它是一個補償的作用 就是我們對 結局的時候 正義聯盟的失敗 我們會有些失落 所以我們 在前面 我們都要 有一個位置 令到我們覺得 正義聯盟 其實是很適當的 第三 其實它也是 有一些反映的功能 因為 小電俠在這場戲裡面 他說 為什麼我這次 都好像是負責 去收拾蝙蝠俠 那些爛灘子 這樣 但是這套戲 跟著 它就會去製造一個 更大更難難到 不可收拾的貪子 而蝙蝠俠是 勸過它 不要這樣做的 所以 你說這個故事 雖然 我就說 完全可以切割去 但是 它 在鋪牌上 它都是有一定的心思 在這裏 就是它跟後面的故事發展 是形成了一個對比的 當然我這裏有一個陰謀論的解讀 我說DC自己製造了 另一個毀滅性的多重宇宙 因為它現在 將整個正義聯盟推倒 就是華納要重新去做回DC的故事 所以這一堆的角色 隨著下一套水人合出之後 就完全消失了 凝福啊 還有 我想說 我覺得它還有一個功能 對於不熟 對於不熟 不熟 這個閃電俠 它有幾厲害的人來講 它這個 是十幾分鐘 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幾厲害 而且的確是 好像負責撿爛攤子 又或者它要吃東西 否則它會不夠電 而且它很快 但它每次都遲到 因為你看到它一開始 它上班 因為它前面要救人 所以它幾快都好 它都是會遲到的 而到最後那場 打官司那一刻 它也是遲到的 所以的確是有些反諷 以及介紹它的出場 我覺得這一幕是精彩的 是的 不過我也假設觀眾 就是我們這些會看DC的人 對我們來講 這些是全部我們已經知道了 不過也謝謝你補充 好 不過 雖然我說不處理這個 他們特效的問題 不過實際場 如果你熟悉這些漫畫 你就知道 閃電俠和螞蟲世界 是 mousefullis Quiet 大家有相同的能量 閃電俠 tran救孩子 那個動作設計其實都是不錯的,而且是很幽默的 因為剛才提過,其實他去拯救的時候突然間不夠能量 於是他不去拯救寶寶,他先去找一個零食販賣機 塞到自己飽了,才去拯救寶寶 不過實際上如果你跟之前X-Man裡面那個快人 他拯救的場面去比較 實際上X-Man之前的電影的設計其實比這一套更好 不過這套電影其實都是被人說的 它的特效是真的做得差一點的 你真的找回X-Man去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其實花仁國有一兩場戲都是做得相當好看的 而且仍然是充滿著喜感的 當然前面這十幾分鐘都是有功能的 所以說閃電俠去救了小嬰子後 對那一個發生的一切 很後悔說 不過最好自己去找一些心理輔導 因為現在正義聯盟提供不到這些服務 這是反諷來的 因为小电学自己是一个需要心理辅导的人 最后的秩序是他一直对过去的 没有功能之余都是有一定的功能 主题有时是有点不是很 这个角色拍出来可能是最初闪蝶的那个人 总之是一个做事又慢又说了一大堆东西的人 但是他说了句话其实是没头没头的 通过这个从来都不是应该治愈的 但是主题就是这里 他就在说其实搞到这么大锅 他就会死 搞到这么大锅 所以有趣的是这一层主题 其实不算早的 不过是因为短片太长 所以其实放在这个位置也是OK的 好了 我们说开场画面我将它从前面分开了 因为闪蝶电盒不单止去拯救地球 其实它每天都迟到的 很有趣的 其实这些就是一个反共功能 就是说 原来闪蝶电盒的能力就是快 但是原来它每天迟到的 其实它就是显示了大能者的无能 就是一个超级英雄 但是一个超级英雄 再得到更多的能力 你不会同情他的 但是虽然他前面一定要去设定这个大能者的无能 虽然它是一个超级英雄 但是其实它是每天迟到的 它要显示了这些软弱才可以让你同情 它拥有了那个阿拉丁神灯 那么它就常常很想认真去查一些旧案 但是其实老闆常常告诉你 喂大哥很多案在前面 旧的案呢 close了就close了 麻烦你搞定前面的东西 其实这里就是讲过去和未来的张力 就是小电侠一旦想处理旧案 然后他老板提他 大哥还有很多新案在前面 一定要很快手处理 其实这种就是 不单是小电合格 对我们的张力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些位置是令到 观众可以同情的 但是我觉得他好的就是 其实这一场戏 这个开场画面 其实只是分凌钟而已 已经讲了很多内容 然后 设定了 大概他在第16到24分钟那里讲 就是 这个都是给不知道的 观众去看 因为前面的正义联盟 的戏里面 其实是大概已经交代过的 就是 闪电合的妈妈 是被人谋杀了的 但是呢 当时的证据就指向 其实他爸爸是那个兇手的 那么多年来呢 就是 其实闪电合 都想替他爸爸去洗测罪名 但是找不到足够的证据 而呢 第二天呢 时间紧逼嘛 我们说 这些一定是时间紧逼的 但是明天呢 就是爸爸最后一次 上诉 宣判的日子了 蜜蜂盒呢 虽然修复了呢 替他去 就是 修复了当日呢 他爸爸去买番茄罐头那个 超级市场的那个录影 但是他爸爸一直没有抬头啊 那所以做不到 不在场证据的 其实 当时就是说 他妈妈叫他爸爸去买罐头 那其实在那个过程里面 他妈妈不知道为什么呢 有兇徒进了屋啊 跟他争执 然后刺死了他妈妈 然后他爸爸才说回来 但是可能他爸爸 就是要 在那个时候呢 就留了一些手指纹啊 什么东西啊 令到呢 就是 那些的 证据显示他爸爸 杀了他妈妈 然后呢 又没有证据显示他去过超级市场 这样 而来到现在呢 其实我爸爸都没有什么求生意志 他都觉得呢 就是 我不如在这个监狱里面 那一世就算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再出来 去面对 就是一个 没有你妈妈在的那个世界 这样 所以那个setting其实都挺upset的 在这个位置那里 然后触发事件 就是 就是 小鸣和爸爸 就是通过那个电话之后呢 因为他都很难过 那于是乎呢 他就在悲伤之下狂奔 然后呢 狂奔之后呢 他发觉原来他超越了自己的极限 原来他去了一个 就是 时空馆里面呢 他可以呢 去穿越时空 那他就开始想 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的话 我是不是可以去救回我妈妈呢 那他就 就是 即是 立刻就找了 蝙蝠俠去谈了 然后他跟蝙蝠俠分享说想穿越时空去收服呢 因为爸爸出门 捕买番茄 导致妈妈妈被歹途杀害 那个遗憾 但是蝙蝠俠劝他不要 他说 怕这样会出现 蝙蝠效应 这样会毁灭一切的 而且呢 他提醒他就是 其实过去的伤痕呢 是造就了我们的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 是你觉得好像不好 但是 其实 你又怎么知道 现在这个 不是各种可能性里面最好呢 这个不是编乎合说的 意思大概是这样 我们不要经常想着 修复过去 我们好我们现在 其实是最重要的 因为蝙蝠俠都是很担心 就是这样去做呢 其实是很危险的 就是 现在的 我是很孤独 但是 我现在是帮到人的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我 曾经经历过这些创伤 我不会成为一个这样子 我愿意去 打击罪恶的一个超级英雄 总之 总之 编乎合劝他 他都觉得很无忍 跟着他就跟那个 做记者的旧同学 谈谈了之后 他觉得 他同学做记者 他觉得 我们都很想 去修复社会的一些错误 这样 于是乎 聊完之后 更加 坚固了闪电盒 我决定我要 修复一下 过去历史错误的想法 这样 所以他就决定 穿越时空 去到 妈妈被杀当日 神不知鬼不觉 将妈妈买留了 那罐的 番茄罐头 放在 妈妈的购物车里面 令到 之后他爸爸不需要因为 要去 补买罐头 而被歹徒 有机可乘入屋 复杀了妈妈 好了 所以你看这些诗 他的特效 其实都是做得 一般的 你看这些图 好了 又下时间了 改变了过去 那是怎样呢 总之 不过 这里已经是有一些 重要的事发生 就是闪电盒 在回程的时候 一只不明的怪物 袭击他 于是他跌了进去 他改变了历史之后的2013年 当然了 他回去了之后 他发觉 原来妈妈真的不好死呀 那他其实很开心的 他就 跟爸爸妈妈 有一个短暂的 欢乐时间 说 不如我们 去 创造一些记忆 我们去一下水族馆 去一下马戏团 等等 然后呢 怎料他回去了之后 他又发觉 哎呀死呀 原来他 他来了2013年的时空 那时候 其实另外一个自己 还在 然后 他看到他在 然后那一天 其实这一天 就是他获得超能力 那一天 他在想 咦 我是不是应该要 帮 这个没有超能力的 自己得到超能力呢 因为他不知道 改变了历史之后 究竟这个自己 需不需要 都是拥有超能力的 如果没有超能力 他故意如何 Area 怪不得 知道在意外地 他又帮助年轻的自己 回顾超能力的同时 他自己 失去超能力 那么 然后呢 这刻 其实2013年 其实就是第一图 这个宇宙入面 即是BC宇宙入面 超人 的硬帐英雄 上映的日期 故事就是 超人原本所屬的星球 黑星人的沙德將軍來到地球 要地球交出超人 並且他 要改變地球 成為一個適合黑星人 存在的一個星球 結果就會毀滅地球 然後超人就跟他打 他就發覺 原來沙德將軍來了 他就很害怕 因為他知道是很嚴重的事情 他就想找回其他正義聯盟的成員 去對抗這個沙德將軍 然後他發覺 為何這個宇宙裡 其他的超級英雄根本不存在 原來只有蝙蝠俠 於是他們就要去找蝙蝠俠 當然 在這裏其實有一條 副主線 副主線就是 閃電俠和年輕的閃電俠的關係 這是我們在科學實驗 叫做對照組 閃電俠覺得自己人生是悲劇 因為爸爸媽媽都被殺了 一個被無告 進去坐牢 閃電俠的參照組 偏方說 其實我們的創傷造就了 但如果沒有這個創傷 閃電俠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呢? 在這裏其實他就做了一個參照 就是 我們就看到 我們知道如果沒有經歷了創傷 其實他就會變成一個 少不根事 就是 一個 死小孩子 而且你會看到他最生氣 原來比現在的自己更加執著 因為原來後來那個多元宇宙的毀滅 是由這個 年輕的閃電俠所造成的 剛才那個怪物其實就是 這個年輕的閃電俠 其實他會帶來更大的災難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對比 我覺得這個位置其實是做得好的 你有這個副主線的時候 你就知道 我不單止 就是我的超能力改變過去 會製造了這麼大的蝴蝶效應 另外一方面 原來我沒有經歷的創傷 我其實不會變成現在這個我 就是這個我 你覺得是好不好? 原來 不是 如果不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是更大件事的 好了 中間怎樣呢? 就是 他們找到蝙蝠俠了 就是他願意去幫他去找另外一個 就是幫他找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宇宙的 正義聯盟成員 超人 就是這樣 就是 對觀眾來說很驚喜 因為這個蝙蝠俠 其實就是八九年版的 米高基頓這個蝙蝠俠 就是 是很多人都喜歡的一個角色來的 那麼他願意從出光畫 幫他沉走 流落在地球的超人 這裏其實是中間點 就是有一種勝利的假象 就是你覺得 啊 找到超人 勝利聯盟可以組成了 這樣 好 剛才提到這個意粉 我這裏提到一個叫多元宇宙的意粉論 我就說科幻故事裡面的科學 其實全部都是偽科學來的 都是假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至少大部分都是假的 所以你不可以要求 它是很合理的 你知道有很多人批評說 它這個也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不合理的 你要求這些科幻故事的科學 很合理的 這個也不是很合理的 如果它這麼合理的 其實到戲裡是說不下去的 所以呢 其實在戲劇世界裡面 重點不是這個科學理論 是不是真的 那個重點是它怎樣 頭頭是道地胡說八道 並且令到觀眾覺得自己明白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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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ople Hub 他就去解釋 多元宇宙是什麼呢 我們以為 這個 就是 他用兩條 還沒煮的意粉 放在一起 你以為 這個平衡宇宙 我動一動 其實他用回 其實就是 back to the future 回到未來的理論 當你 將一條意粉 咬一咬 原本的意粉 應該打直的 那現在呢 你改變了它 它就向上了 你以為 那個歷史是這樣發展 不是的 其實那個歷史 就好像這一盒 煮好了的意粉 其實呢 是動來動去的 即是你 改變了一點 其實呢 它走向 你是會將 原本那條線 那條意粉 斷了 然後它連了 到另一條意粉 他就說 所有的意粉 好像這一盒的意粉之間 你看到 有一些好像平衡的 但有一些 就是不規則的 不過無論如何 你知道這盒意粉 其實意粉和意粉之間 是一些連接點的 即是說 有一些交匯點 就是一些 必然會發生的事情 他就說 時間不是善性的 改變了未來 其實也改變了過去 其實通不通呢 不通的 不過 總之他就這樣說 當然 宇宙走向是很混亂的 有時候 好像平衡 但有一些交匯點 但如果你試圖擾亂它 然後它就倒了一盒 肉象上去 其實就是一團糟了 所以 剛才 傑克林也說了 其實這套戲 好 其中好的 是 他講這個科學理論 他用了這一盒的意粉 令到我們這些科學蠻 以為自己在明白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再倒一盒肉象 很混亂的樣子 我又明白 我明白這些 其實理論我不明白 但是 重點就是 他用意粉就跟 他家裡的事故 就是由那些番茄引起 所以他用同類的意象 在一個故事裡面 去呈現 是 觀眾 會有意無意地 覺得自己容易明白了一件事 而且 他會將這盒意粉 跟他的家庭悲劇 連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 這套戲 劇本不算很精緻 但其實 應有的東西是盡有的 他也盡量用一個最簡化的方法 就是頭頭是道地 胡說八道 令你明白了 他的戲裡面 要講那個科學理論 還有 我有提到 一個叫做自認的撥論 是一個無賴論證 就是 我們不是說 這些戲裡面的科學理論 其實都是說不通的 然後 我們就知道 原來後來那隻怪物 跟閃電合說 其實 我們說 閃電合說 在回程裡 被一隻怪物 打進去 2013年的世界 然後 他就說 其實後來那個怪物 他跟閃電合說 是我故意 將你 打進去 2013年的 這樣 你就會幫助 2013年的我 獲得超能力 你想想 這裡的邏輯是不通的 所以 這個故事 安排 在後來的時候 那個怪物 就跟閃電合說 你覺得我這個撥論怎樣 意思就是 你不明白 其實 這個 宇宙就是很多這些 你不明白的一個 原理在運作 其實我的解讀就是 是的 現在我擺明是亂來的 你就接受 如果不是 你解釋不了 但我覺得好玩的 就是有時候 那些戲裡面 我就說 他會有這些 無賴論證 就說 這就是一個撥論 解不通的 你不要說 我合不合理 是不合理的 不過就是這樣發生的 不是 那套戲就說不下去了 好了 當超人 願意加入的時候 其實跟著 其實才是壞事 接種而來 他們 救出了 困出在西伯利亞的 黑星人 他發現其實那個不是超人 女超人 或者叫超少女 而他獲救之後 其實最初是拒絕 去拯救地球 然後 閃電俠 企圖重新 剩下超能力 但是失敗了 而因為 人類沒有辦法 交出了黑星人 那殺得將軍 發動了攻擊 並且開啟世界引擎 想將地球 改造成為適合 黑星人生存的星球 意味著 整個地球 七十億人口 現在是不是 七十億人口 全部會死掉 然後來到這裡 最後才是超少女回來 助閃電 合得超能力 一隊全新的正義聯盟出動 要和 殺得將軍去交戰 這裡就是 然後呢 當他交戰的時候 原來蝙蝠俠和超少女 都在戰役中 將相繼陣亡 當然 我覺得其實 在 就故事 論故事 我們經常都覺得 超人和蝙蝠俠是不會死的 當然 超人在《D.C.漫畫》裡 都是死過的 在《正義聯盟》的故事裡 都是死過的 但不是假設他在這場戲這樣死了 但我覺得 你安排《正義聯盟》出場 然後 他們兩個死了 《D.C.》最重要的兩個人都死了的時候 其實安排上 我覺得是有點驚喜 如果你不是一早知道劇情的話 好了 然後 閃電俠進入《心靈黑夜》 這兩個小女孩都試圖不斷穿越時空 看看能否改變的情況 看看能否救蝙蝠俠和超少女 但結果 他們發覺 無論他們如何改變 蝙蝠俠和超少女 其實都是會死的 意味著地球 是必然會滅亡的 當然 你看到年輕的閃電俠 其實他說 沒事的 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他就很執著 我們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不斷去改變 所以 閃電俠自己都停下來 覺得 這樣去做是不行的 但這個閃電俠 其實他自己都不斷受傷 但他都發覺 每一次 蝙蝠俠和超少女 都會死亡 然後來到這個位 其實閃電俠就說 這個其實就是 最初的意粉理論 裡面提到 一個無法避免的交會點 就是說 有些事情可以改變 但原來某些事情一定會發生 譬如說 就是 蝙蝠俠和超少女 一定會死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我們應該要放手 我們要接受 其實這個詛咒是會毀滅的 好了 就是當這個的閃電俠接受了之後 那結果是怎樣呢 就是 閃電俠就企圖說服年輕的自己放手 但是 對方仍然執意要拯救所有人 他覺得所有人都不可以死 就是 媽媽不可以死 蝙蝠俠不可以死 超少女不可以死 地球不可以被毀滅 然後 這個時候 當初襲擊閃電俠的怪物出現 原來他就是異化之後 就是這個年輕的閃電俠 就是 這個怪物 你見他就是 他也有白頭髮 就是一個 已經在時空裡面 可以停留在時空裡面的人 都已經變老了 代表就是 他都不知道穿越了時空多久 仍然沒有辦法改變現實 但是 就導致無數平衡宇 快來相撞 即將崩潰 當然這個 也是無法解釋 總之 來到這一刻 這個異化了的閃電俠 就覺得閃電俠阻礙他 所以他想殺死閃電俠 然後 那個年輕的閃電俠 就是未異化那個 為了救他而犧牲了 但因為他死了 於是乎這個怪物 就消失了 其實也有點兒戲 這個位置 來到這個位置 閃電俠他就覺得 其實他 要再避免這個宇宙的出現 他就要回過去 他就要拿起他當初 放在媽媽的車裡的罐頭 當然他回去也有機會 和媽媽有一個道別 拿回罐頭 但他忍不住 因為他當初 當他爸爸買罐頭的時候 那個罐頭是放在下層的 所以 那個鏡頭一直拍不到 他爸爸 就沒有辦法做為 那個不在場證據 於是乎 他就是忍不住 把罐頭 放回上格 以至他爸爸 要拿罐頭的時候 就會被那個攝影機拍到 所以 於是乎 當他做了這個動作之後 回去 來到現在這個世界 就是 可以在最後上訴的時候 推翻案情 這樣 當然 他有一個 我剛才提到的 多元宇宙 你要令人覺得 應該說 在故事世界裡面 你要 令人同情 或者接受一些東西 你其實是需要做一些手腳 一些加工的 所以 我們看到這套戲裡面 最後來的多元宇宙出現了 黑白片時期 就是 不同的超人 甚至乎 拍不成電影的超人 然後 其他 戲劇世界裡面的閃電盒 蝙蝠盒 都出現了 某程度 你能夠說 這個 也不只是 白星報喜色的熱鬧 也令人感覺到 這個多元宇宙的真實性 因為他最後來 看到這些宇宙 痛撞在一起 會毀滅 會毀滅 但是 其實說真的 一般人覺得 多元宇宙毀滅 毀滅 毀滅 所以他要安排 這些宇宙裡面 有一些我們熟悉的角色 在裡面 雖然他們好像是全場 好像是神奇旅行出場 當彩蛋 不過 我覺得在這個故事的演繹上面 這一場戲其實是有功能的 如果不是有這些 我們熟悉的角色出現的時候 我們比較不會感受到 多元宇宙的真實性 這個是 在故事鋪排上面 我們需要有這些 這樣的加工會是比較好的 好了 跟開場呼應的結尾畫面 其實 我就說 這個結尾畫面 比較不是跟開場畫面呼應的 開場畫面 我們記得就是那個遲到 但是這裡 其實我覺得比較接近 就是 閃電俠和蝙蝠俠 在天人膠戰的時候對話 就是說 你會搞到很嚴重的效果 因為那場戲 最終是蝙蝠俠開車走 現在這個就是蝙蝠俠開車來了 想恭喜閃電俠 誰知道 來到的時候 他發現 為何 換了佐治古來 另外一個 宇宙的蝙蝠俠 始終就是 因為他 他做手腳 擺放了那個罐 罐頭 仍然是擾亂了這個宇宙 所以 最終會叫做 閃電俠 仍然沒有得到真正的教訓 不過呢 好像這些戲裡面 因為製造的災難太大 你一定要安排主角值得同情 我覺得這套戲裡面 是有交足功課的 你知道人物設定 剛才阿朱克林也說過 一開始 他要去救嬰兒 但其實他的能源不夠 於是他一邊要救人 一邊要去吃東西 其實那個人物設定 挺搞笑的 然後呢 又要救嬰兒 又要救狗 又要救護士 這些都是加分的 他不知道是救大人 是救一些你覺得最弱勢的東西 那觀眾是會同情他的 而且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包括超少女 他就說 最初你發現原來不是你所熟悉的超人 為何你還要救我 然後他說 因為你需要幫忙 所以就幫你 你會覺得 這個小電拍是一個 你值得同情的人 而且他要救的人 他的父母 是有氣的 在裡面 都是令你覺得 他的父母 都是很可愛的人 而且他要做的事情 我就說你要比較 在奇異博士裡面 飛鴻女巫 真的搞到很大龍鳳 去拯救 要獲得一對 其實他不是真正擁有的兒子 他最初都是用他超能力製造的 那對兒子出來的 觀眾都會覺得 不是真實存在的一對兒子 但是飛鴻女巫 要搞這麼多事情 其實觀眾的認受是困難的 但是 在這套戲裡面 之前 他就說 一罐蕃茄 就毀了三個人的一生 他只是把一罐蕃茄 放在購物車 觀眾是否容易認同 觀眾認同到 我其實只是想做一個 很少很少的改變 所以呢 你是可以同情他 你對他後來製造的混亂 其實你也是可以 容易諒解 原諒他的 即使那個年輕的閃電俠 其實都安排了很多場戲給他的 其實都是 你都可以說是可愛的 他最多獲得超能力 然後是跑 然後衣服穿著火 他還要裸體回家 這一類的 即使他後來變了一個怪物 你也是同情他的 結論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套戲是文氣無場 即是說 主題的故事 其實是一套文藝片 即我要救父母 但因為他要放在DC的宇宙裡面 所以 去到最後 其實你自己也想不到 其實主線是他要放罐頭 放在媽媽的車那裡 劇本不算很精緻 不過 我也覺得真的合格有餘 其實這套戲也挺悲劇的 這套戲本身就是一個悲劇 為何票房會這麼差呢 低到這個程度 其實搞到DC的宇宙真的玩完了 這套當然宇宙真的 我們見證了 微小的改動 令到整個DC宇宙都摧毀了 那套戲 那套戲 不是新的 就是 假如可以改變過去 都是一個永恆的主題 不過 處理得好 都是容易得到共鳴的 就是 我覺得 我想 你說的缺點就是 其實他這套戲不是新的 不過 算是說得好的 就是 他都應該有一定的票房成績 這個應該比他 應該獲得的 是少的一個結果 你說是不是很好 又未到最好的 就是 你如果要比較的話 他很多個位置 都是差一點 差一點 但是我又覺得 他又安排 就是 八九年版的 這個 蝙蝠俠出場 其實對我們這些影迷來說 其實是 相當之開心的 就是 你知道很多人是 其實為了看蝙蝠俠 多於看閃電 而去看這套戲 是 好了 那我分享是這麼多 先看 好啊 多謝了 瑩福啊 其實呢 我 我看這套戲 我都有 就是我最初看完之後 我都在想 搞這麼大龍鳳 為什麼 反正都回過去了 為什麼不回去 他媽媽被人殺死 那一幕 那呢 因為他自己都是 就是 可以阻止到的嘛 他的能力 就是他不是柔弱的人來的嘛 如果他可以 一找就回去 起碼知道誰殺他媽媽 然後呢 就去阻止他 那呢 為什麼要搞這麼大龍鳳呢 但是 剛才聽完瑩福這樣說呢 就是 是的 動 動小小東西 動個罐頭 已經搞成這樣了 如果你那一刻 是阻止了一個殺人 反殺他媽媽 這個世界 會不會變大亂呢 可能 這個做法 可能都是 合理的 動罐頭 已經很嚴重了 嗯 不然這樣就證明 看一部電影呢 其實 不可以看一次的 看一次你是會看漏了 其實 因為我要預備 所以我看了幾次這樣 其實我開頭都沒有留意到 他最生氣把罐頭放上去 哈哈 因為他沒有直接那個畫面交代 我以為就是 始終就是 還是改變了 這樣 我以為是這樣的 到後來才發覺 是啊 其實是有些訊息 說他做了手腳的 其實他最後來 自己出來解釋的時候 那些記者訪問他 都說 這個罐頭放在上層 那怎樣怎樣 就是說了些 九五八八的 其實已經解釋了 其實他自己做了手腳 是 那裡我也有看多一次 那裡我也有看多一次 見到他是 看一看鏡頭 其實鏡頭是交代了的 他看一看鏡頭 然後呢 一轉就轉到法庭 法庭那裡 已經 是啊 然後法庭裏面 那個阿爸有抬頭 我就以為 咦?他也是回到 他已經是 去了另外一個 多元宇宙 是一個阿爸有抬頭的宇宙 我開頭以為是這樣的 是啊 所以就是這樣 你真的要看幾次 是 還有呢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真的 他是沒有 或者他真的 去救他爸爸 那個心態 很深切 所以 他沒有吸收到 那個教訓 就是 唉 我怎樣也要改變少少少 去救我爸爸 但是 他現在 是 動了 他是動了一排罐頭 救到他爸爸 那就是 其實 將來 他是改變了我的 是啊 是啊 只要 未來的他 我不知道會有幾大影響 就是 未來是會因為他現在這個行動 而改變了的時候 究竟會不會未來的他 會回來這裡做某些事情呢 因為他動了一個宇宙 是不知道的 是的 所以凌福剛才說 他是沒有吸收到教訓 沒有吸收到教訓 或者他真的很想救他爸爸 是的 不過這些片通常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其實你看這些西片 很流行是這樣的結尾的 就是說 你說 我們有一隻怪物 或者鬼出現了 我們後來殺了他 這樣處理了他 然後整班人很開心上路 然後那隻鬼就在巴士上出現了 這樣 就是 西片很流行是玩這種的 是 最生氣的 那個災難都是繼續存在的 我們解決不了的 是啊 但是這套電影 我就 我看完之後 又聽完凌福這樣說的時候 我都覺得 他都是在給一個 一個 一個 想法 就是過去的一些 我們不能夠解決 或者是 都不能回頭去改變的一些 悲傷的事 其實都是 未必是一件壞事 他都是因為這樣而 是 得到那個 能力 之後去救其他人 那 因為如果他媽媽還在這裏的話 他可能 又不 回家洗衣服 不會回學校 去實驗室 不會被電電到 他又不會有這些能力的 那 可能是造就了我們現在 有的 一些特別的能力 去幫其他人 我覺得他 最少想說就是 這個人格特質 所以當這個小年俠 看到年輕的自己 他覺得那個年輕很討厭 他創傷造就了一個 他覺得自己很悲劇的人生 但原來 沒有創傷 原來造就了一個 很討厭的自己 嗯 這個是 我覺得他想表達的 所以我就說 他有這個 參照組 其實是 處理得好的 不過你知道這類戲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就是 回到未來 哇 我回到小時候 看到自己 原來我小時候 這麼討厭的 嗯 是 都是會有一些類的 不過這個就是說 你見到就是說 原來沒有經歷創傷的人 其實他 容易膚淺的 是 有一點點想表達 是的 是的 我也記得 他裏面有一個劇情 就是 他見到 他很珍而眾之的 那隻猴子 他那個 沒有喪母的自己 是拿來當飛鏢的 就是 是的 所以 他是 因為這件事 是很不喜歡自己 就是 另一個自己 這麼不珍惜 媽媽給他的 那隻猴子 這樣 那 是的 好 那 再次多謝 凝福 幫我們可以 帶我們去看這套 這麼新的電影 也都是 可以 了解一下 這個 阿拉丁神燈這一種 的 類型的電影 是怎樣的 那 下一次 是說 什麼電影呢 下一次我們是說 Barbie的 十二月的 我們還沒有歸類 她是哪一類的 因為我還沒有看 Sorry 我等她 稍後我會買來看 好 好 即使不是 即使已經是重複講過的 我們都會照講的 因為我們覺得 文說這套戲 相當之好看 是的 所以我們照講的 我是看了的 我也很期待 凝福去幫我們去 分享這一套 的電影的 嗯 我猜剩下的 那兩個 類型 可能可以歸來 去其中一類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 好不可以 是的 我們這裡真的希望 跟大家 好像很囉哩囉嗦 講一些 故事的細節 但我覺得其實 細節是很重要的 就是 故事好不好看 怎樣鋪排 就是 我這個課 就盡量是想 做到這樣 因為 很多時候我們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對這套戲的批評 太過籠統 嗯 就是 這套戲其實是 電影是一個 很精緻的藝術來的 大哥 真的 人家用了很多錢的 是的 所以我覺得 是很值得 就是 重複去看 然後去找到這些細節 然後去看到 怎樣去把一個故事 去鋪陳得好 或者它鋪陳得不好 我們都可以照 這樣 究竟它為什麼鋪陳得不好 這樣 嗯 這個是幫到我們自己去 說故事的時候 可以 講得更加好 是的 其實是 如果有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 認識一下 究竟一套電影 怎樣由 很開始的一些概念 idea 或者是它的 由最最初 可能另外一個版本 就是由 一隻公仔 Barbie 的公仔 然後 一路去 變成一個概念 怎樣去造成 這一套電影 整個過程是怎樣呢 如果我們有機會 可以找一套電影 去這樣解構 我覺得都會 對我們來說 是有得著的 看看我們有沒有機會 做這個功課 哈哈 好啦 那我們再次 多謝盈福 那我們呢 十二月再見啦 好 多謝大家 多謝了 拜拜 拜拜 拜拜